第四季节目 又到康定了 康定情歌的康定吗 对 他们是不是要合体了 好像要合体了 哎呀 好美 漂亮 漂亮 好游宰啊 哇 小马 哎呀 是牛吗 不知道能不能摸一摸 哎 有小牛哎 那位 小牛 太可爱了 小牛吃奶呢 妹妹 妹妹 回头 好好看啊 哎呦呗 太搭了 天气 牛哥 哇 好漂亮啊 过来 过来 哎呀 过来 危险啊 他真的挺我 对不起 天哪 吓死了 我都不敢过去 我过去我怕他冲动了 没事 他在搂着他耶 可是他在抗拒他搂着 有一点多 自由 威哥跟Lisa姐 哈喽 威哥 哎 路哥 嗨 嗨 Lisa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都想死你了 好想你啊 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 你们是去海南了吗 一天一夜没见 海南 我们去哪一个 不是海南 那怎么穿的 什么圆 什么圆啊叫 古镇 古镇啊 你记得我们今天干什么 我们在水上边打麻痣 哈哈哈哈 哇 哇 这个人在腿放着水 这边 含青蓝含青蓝 打麻痣 在水里面打麻痣 你们一起打的吗 有啊 他输了 你们昨天吃饭你要不要 海南也请恭喜吃饭 有 昨天我妈来了 我妈妈来了 哈哈 很开心啊 你们是朋友来的吗 朋友 晚群单来了 石榴姐来了 哦 石榴姐知道知道 石榴姐帮我骂她 石榴姐说 我给你老婆打的还厉害 好想让石榴姐再来两期 对 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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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可爱 可爱 对啊 就好像是昨天我们这个朋友 后来说 你老婆没有说过一句话 说你不好 还有你什么事情她肯定在你旁边 好 后来她说 说我打麻烧 这个肝不好吗 但是杨勤她说 你知道 现在不是打麻烧 酸了她的肝 是你酸了她的肝 有人把她讲话多开心 她说你知道她天天都不开心 不开心这个肝就不好 对 所以不仅麻烧上了她的肝 是你上的肝最厉害 后来她就问喂喂了 怎么好的老婆 你还要离开她 让她身体更不好 你应不应该 她说不应该 大家不想告歉 大家不想说一次 对不起 哦 道歉了 对 叫闺蜜见面了 我觉得丽莎姐开朗了特别多 就从第一次见面 她的话 刚开始其实是特别少的 而且就是 大多都是委屈的一个状态 但是现在不是 就感觉腰杆挺直 回来以后 就是一只快乐的小鸟 没啡色舞 高兴了 真的高兴 我刚才给她看了 我们在水中间打麻烧 谢谢 我们这歌曲 所需 她有麻将打 我有红酒喝 你有酒喝 对嘛 还有她跟我一起打 她也跟我一起喝 所以相互都比较理解了对方 一直都理解 有 我理解她麻将她的生命 真的是好酸啊这个人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林峰呢 后面呢 俩人吵起来了 一天到晚呢 干嘛呀 完了 发生了什么 还有什么 看她为了吵架跟我吵架 我觉得她是在气死我了 又咋的了 又吵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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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溃了感觉 风气云涌 但是今天咋了 你就不说话了 气饱了 别惹女儿了 第一次看到风格这样 别惹女儿了 第一次看到风格这样 你们俩又不说话 这饭桌上基本就不对了 你知道吗 其实你又不说话 太怪了 太怪了 我现在变成女孩鲁哥了 沉默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中生才好好的 我感觉很严重 我也觉得是 昨天我们俩这样 竟然在你们倒过来的 嗯 没事姐 咱们去轮班 我会轮到你们俩的 风水没流中 还有十来天 昨天网站里这道场说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又有李沙琴 又有保险了 李沙琴在简拜 那边在耍狗粮 你也有说对不起 我们俩人跟你说 有啊 不代表什么 你们俩都打琴骂俏 我的天哪 哈哈哈哈 啊 我们今天去动物园啊 啊 我们今天去动物园啊 那天喝喝点 走的时候跟现在 哈哈哈 拿点东西 拿点什么东西啊 哎 对对对对 这个点的好 那买了小礼物 我们去动物园 今天上店买了一些小礼物 然后苏苏一人给你们选了一个 来 你们俩一个给你们俩干架的 哈哈哈哈 自己挑上 来 我要那个黄的 母老虎 来 哇 这个我还可以拿给恩娜玩呢 艾薇哥是这个 两个小耳朵 就希望艾薇哥可以好好听听丽莎姐讲话 哦 这个好 耳朵是左边进去 右边出来的 那不可以 我给他堵住 你别再说了 威哥 哈哈哈 别再说了 戴上 哈哈哈哈 哈哈 太可爱了 你在戴上这个手套 你在戴上这手套 怎么只有四只手指 你知道为什么是四只手指吗 因为当你用一只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 四只手指指着自己 哇 什么意思 当你一只手指指着我的时候 指着我的问题的时候 有四只手指指着自己 我认行吗 我的问题我都认 我就不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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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胖子这么一魂吗 我有有什么招啊 刚才是不是你现在车上跟我喊的 发生什么了 我都很好奇发生什么了 对啊 这好像第一次这个情况 他骂我 给我发贫心 他骂你啊 我感觉应该摄灵会爆发的 是 他经常骂我 他经常跟我发贫心 啊 那肯定有原因骂你啊 你就不让我说话呀 对我刚才堵你的嘴 就是因为我们探讨那个新闻 我就感叹了一下 我说哎呀我还在昏迷 然后你说这哥们 然后我觉得别说这些了 毕竟人还在昏迷 这有什么就叫堵你嘴了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给我下定义呢 我只是阐述了新闻上 那我不是担心 如果最终会怎么样 我就是会有这种下意识的 您用得着跟我喊吗 就你不让我说 你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要不要说 不是就这个新闻 我的意思咱们不说了吗 那至于发脾气吗 我发脾气是因为你第二次 婉婷在这个路上呢 因为一个新闻事件 然后呢 我可能想发表我的意见 他觉得你不要发表意见 他觉得这样路着 刚才我说的新闻事件 你想跟我说的就是 你不用主动表现了 对我是怕你受影响 我觉得你就正常的做你自己 我就是正常的在做我自己 你又再给我打剧方针 我觉得这个我特别不认同 我要怎么想 或者我要说什么 就完全不重要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心里就有一点不舒服 我就觉得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即便我说的是错的 你也可以让我先说 但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忍下来了 没想抱翻 然后但是 在走着走着的时候 他又给我提到 在雕塑公园的时候拍照 最近我们两个那天一起看那个雕塑的时候 然后我本来想去看那个枷锁的 然后你喜欢那个礼物 我就跟你去礼物 去那边 对 那个有一个枷锁的那个你喜欢吗 不好看 我还挺喜欢那个枷锁的 咱们去找那个礼物好不好 好 但好像 确实你也觉得 那无所谓 那总不得 你就提了一嘴的东西 我就没重视这个事 然后它就变成事了吧 对 它没有变成事 我这不是在跟你交流吗 你什么意义 你干嘛呢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也觉得那无所谓 所以我也感受到了那个无所谓 你是怎么感受到那无所谓 那如果你说喜欢礼物 我也说我不喜欢那个 你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说我喜欢礼物 就是把那个礼物说出了特别多的 因为我们的小孩 就是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它代表我们的孩子 你不觉得特别苍白吗 因为你觉得你的表达都特别好 天天都是围着恩大的 什么都是恩大 什么都是礼物 什么呢 那我喜欢什么呢 你为什么觉得我的那个特别苍白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喜欢那家所有问题呢 不是 我是说 怎么 咄咄逼人的 这个我不想讨论 那你想讨论什么呢 我就觉得 那个你当时如果觉得没什么事的话 干嘛要在这个时候跟我翻旧账 对啊 这是一件小事 但是我在想 那我对你的情绪 就是这些小事 也许就这么组成了 而且我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你也不见得 非要跟我有什么冲突 才能完成这段旅途 像今天乐姐跟你聊的 也不是 其实你的问题 也在这种细枝末节中展现 那别人在看的时候 就看到了 你对我有了一些地方的忽略 我们俩的问题 并不是说你对我就一定怎么样 怎么样 你这段 你这段跟我说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他 他不相信 他 他 他觉得 他觉得我 被节目组 那个干扰了 他就觉得 不信任我 也不信任节目组 还好吗这两天 我都被人说成抖M了 谁说的 卢哥说的 有点 是不是 是有一点 什么叫抖M 受制补 一味的隐忍 可是你说我现在真的是 也有点 确实有一点 那我现在习惯了隐忍他 那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你要是习惯了 其实你应该是享受的 我不享受 对啊你不享受 就证明其实你也没有那么 你不是那么开心的 抖M 人家不想当抖M 其实算我说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讲过 你说我要是来这节目我反而就不忍了 就我平时是怎么忍的 我反而我就不忍了 就是你很希望你能够 就是能放心的去讲你内心那些真实的感受和困惑 你记得吗 对 那我觉得你越是可以讲那样的 我就把你今天可以试着听一听 就是我们俩反过来一下 就是我要我能做到的 就是我把我的火压下去 我做了隐忍 我让着你 然后我反过来就是我韧性一把 就是我心里想的就是我就跟你俩说了 我不爽了 你还一开始是这样的 那就是因为你影响了我 对 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轻易地说这种话 就是我我都是很理想的 然后我这个问题都是你导致的 没必要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试着容易的问题 就是我们来这到底是个诉说 还是为了解决问题 对吧 嗯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那样 我是真的想成长 这两三年之内 其实是被你 哇一点一点压 就是压成这样 我心里头如果有那种特别不爽 特别不高兴 我得把它彻底地把它解决出来 是 我多想想 你慎一慎 这就是咱们俩 我多感受 我自我感受一下 对 这挺好的 都多去听一听 激听一下 按照我之前来的时候 自己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要表达出自己的心里的那种不快 那个确实是我来之前的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趟旅程我得表达 就是你还在堵我的嘴 你还在阻止我自己想干什么 刚才我说到 我说他俩的问题 一个是没系安全带 一个是把他小孩放在了副驾驶 这你都知道了 你知道不知道的 就是我不可以说吗 对啊 我关心的层面是 我觉得他昏迷了 他什么时候还能醒来 他伤得怎么样 没有人要纠错 用不着你纠错 当然用不着我纠错了 但是我想说 那你就说 你既想说那你就说 我说了 然后你说 你别 你闭嘴 你别说 对 就是 我只是觉得不要去过多的 对吗 毕竟人家还在受伤 我有什么恶意呢 我也希望他 你只有这件事跟我嚷嚷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不让我说 我嚷嚷的原因就是 你不让我说呀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的 哇哦 就无论知道不知道 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那你就按照我的这个 我不想表 为什么要按照你的 为什么要按照你的 你告诉我这个 哇 哇 宋宁峰站起来了 也许我对你是 有错误的 但是那个新奇马 是我想要保护你 不一定就有错吧 我也想 你只有这件事跟我 嚷嚷什么呢 但宋宁峰是沉人啊 怎么就说到保护上的呢 我说不说这个事了 这就成摁着你了 你这不就是因为乐姐 说完你了 你不舒服 你这不就是因为乐姐 说完你了 你不舒服 怎么了 我有没有我自己的 我要不就是按照他的 我要不就是按照你的 那你在这争什么呢 你还是得觉得 我得听你的呗 我能不能听我自己的 你把我放了什么位置了 对啊 你是在这为了跟我吵架 而吵架吗 我不是为了跟你吵架而吵架 你觉得你这样是 你是为了什么呢 我就觉得 那你把我自己想成什么了 我只是担心你会受影响 你跟我说你不会就行了 不是 我为什么就要跟你说我不会 为什么要按照你的 那你就别跟我过了呗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不就纯吵架了 那我就说 那你找一个 那你跟我嚷嚷什么的 完全替你话的去做 不就完了吗 你跟我嚷嚷什么的 这件事不能好好说吗 我只是有一层担心 我就怕你像现在这样 我看来就是刻意地在表达 你现在用这种 好像你为我表达善意 然后你在打着这个旗号 你又在读我 我生气的就是这个 哇 苏怡峰 这也不算骂呀 对呀 这有啥骂的 今天是他先跟我发的脾气 我都没说啥 他说你有多罪 就因为我在车上看那新闻 然后我说哎呀 我说他还在昏迷 然后他说这哥们 他刚说这哥们 我说别说这事了 你说这有什么 他赌不赌嘴的呢 然后他就觉得 你没什么事都赌我嘴 我这么说吧 他有50%的可能性说的是 哎呦这哥们真可怜 那他有20%的可能性要说的是 这哥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他既没有10%的几率 说这哥们 就是他说出那种责备的语气 我觉得我都不愿意 不希望他受到伤害 你们能理解吗 他打着这个 为了我好的这个旗号 来有点裹挟我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 刚才之前的那次 他已经堵了我一次嘴 这几个情绪全都混杂在一起 然后我就 我就发飙了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长时间的一个积压 或者是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 很深的这样的印象 不是 俊志你发言 停 不要讲这个事了 你为什么可以剥夺 所有人说话的权利呢 我只是在剥夺 你的说话的权利 你凭什么剥夺呢 行了你就不说了 哎呀 就是一次一次的不尊重我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非常的生气 太难受了 你可以反抗 你说不过我可以说 你给我喊什么呢 我就是有些紧张 我就是容易有一些事情 容易想的特别多 你为什么一定认为 那个行为就是为了堵你的嘴呢 而且你也不至于反应那么大吧 你至于吗 不至于 你至于吗 至于发脾气吗 我觉得这趟旅程 我得表达呀 至于 我觉得不至于 你觉得不至于 对 这就是你对我的不尊重 真的不尊重 太不尊重了 哪件事至于啊 就只有你认为至于吵架的 才可以吵起来 今天的气是 一直以来 不是说这几天 是一直以来 有太多次这时候 我是不是经常跟你说过 我说你怎么 我说我 我说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哎呀听到我这个痛快呀 再往下说 我问了我问你了 我说你今天说这件事情 你想表达什么 你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问题其实 已经在旅程的过程当中 已经慢慢体现出来了 你不用去刻意地表达 有问题吗 是不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有问题吗 有问题呀 什么问题 我就觉得 我也没想这么做呀 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就算跟你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不知道 我就想跟你说的是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到底是什么感觉 然后你就认定我是这样 对 那不好意思 你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我不改 我对你就这态度 我气死了 我气死了 我现在没有让你改变任何态度 我现在跟你谈论 我可不是说让你改什么 我就是现在告诉你 我为什么生气 听不懂 你现在还是觉得 不 你不是因为这事 我听不懂 这就是问题 我听不懂 我真的觉得不至于 蛮不讲理吗 这不是胡搅蛮缠 这个真的是 就今天这件事情 至于我们吵架吗 啊 你为什么那么武断地说 我就为了堵你的嘴 我不让你说话 他很会偷换概念 你是死人吗 我堵你嘴就能堵住啊 我跟你吵架 我跟你吵架 我不让你说话 我处处管着你 我刻薄 不就认错吗 我认 就所有的沟通中 都是我的问题 我自以为是 我过度表达 我过度理解别人 我想太多 我自作聪明 我自作自受 行了吗 就是我的问题 我过度保护你的 因为我是一个警察 你爱什么样什么样 真的 你爱什么样什么样 关我屁事啊 关我屁事啊 啊 天 天 拍到这样的人无奈 真的无奈 如果我不承认 我就是像他说的那样 我就是被影响了 他就会一次一次地来 这个让我承认 没完没了 我刚才就说出我的感受 我为什么急 我就只说出这个 你为什么急 你只理解到了我一层 谁喜欢给谁下定义 你就觉得我堵你的嘴 别人这么说 你也这样认为我 我就为了堵你的嘴 我给你俩先冷静一下 你先 你先 静一会 你先静一会 慢慢说 大家心心不用气我 慢慢说了 不要太激动 我得上到厕所去 你别啪啪啪脑子 你就是你 你现在你脑子里就 就在想 我该怎么说 我该怎么说 我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你不要总想着去反驳人家 你别总想着 你怎么战胜他 全天晚上 还看到他们两个很好 对是 嗯 不要因为小事情 对对对 小事情 小事情 用小事 故乡理解 旁边人不能去啊 去了就爆炸了啊 我觉得是 你东西会脑子 为什么要挑战您帮你 你了解 你怎么应该来 那个头条 就是他那套逻辑就把我搅和的 我已经不知道我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太能理解你了 就我就没权利 没有资格 这不行 这得解决 这是个事 得让他明白 我心平气和地说不行 不认 知道吗 我好好跟你说我不舒服了 他会跟你说你为什么不舒服 对 你凭什么不舒服 你哪不舒服 你跟我嚼紧什么 对 你嚼紧什么 我要么就不说了 要么只能嚷嚷 我一嚷嚷 就是我嚷嚷这事 怎么的都不对 我昨天也是有这个问题都说出来了 就说你不能只站在一个人角度去思考问题 别人像的 你得站在别人的角度 你老公的角度去反向地思考自己的问题 都是相互的 我觉得特别 这个极其不尊重我 然后都不问 你怎么想 你会听他们吗 或者你会听我的吗 反正你自己 这里有三个人 但现在这里没有我 不只是这个旅程的前半段 我觉得整个我们这几年的生活中 有很多次是这样 很多次就是他在规划我 或者是我说什么说不到点上 他就会批评我 甚至他一这样我就不舒服不爽 但是我可能都会忍 可是忍来忍去 其实还是会有一个积压在里面 就觉得早晚有一天 得抱一次 对 这个有点真的是 解决得解决 这事必须解决 就我觉得吧 你现在虽然好像 你说你很理解我 就你回去 你听他说一会儿 马上又被他带跑了 就变成他主动犬了 啥话都是他说的 都是他站立了 人都被吓跑了 我觉得怎么在都不能迷失自己 把自己的那个东西丢掉 过一辈子 不知道 我已经太多次这样 太多次这样 就是最后还是变成了我自己的 全是我的问题 他其实在不断给我强调的是 他消失了 这个问题 所以他说完那个时候 我能感受到 他其实在家里边 有很多不容易的委屈的 他都没有办法说出来 我觉得需要把这一面 不舒服或者是这些积怨 把它解决掉 这个比较重要 刚才说的就是说 我应该两个吵得这么厉害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今天在路上 我就是有的时候 不相信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会要确认 因为我觉得 那最后这日子 得是我们俩过 我不可能为了一个节目的呈现 我最后回去以后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这么 我接受不了了 话其实听起来都没什么 但是你当时 或者是今天的问题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态度是什么样的 我不论怎么样 我都觉得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对 但是人往往就是听的 就是看着这态度 因为你可能经常这样 你就会触到他的这个点 他咬定了宋庆峰 是被别人影响 还会反抗他 对 你比较容易急 一到你那个点了 你可能说话态度 马上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你可能说这个事 没问题 但是你本能的那个表现方式 他可能接受不了 我觉得对我不公平 就是即使我做错了 起码这些天每次怎么样 我都是因为别人的事 就不是因为你们俩 对 我说为什么 我特别不舒服 我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的理解 就一定是对的 为什么 我今天才意识到的 他想的层面很多 会在意你们所有人的感受 但是他又拿不住 没有办法跟他产生 很强烈的共情 但是我可以理解他的情绪 就是一种想要 顾及身边所有的人 但是他又掌控不了 所有人的情绪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他让别人也内耗了 但是想这个出发点 是不是好的 这个事确实是应该 风哥想一想 你要想的事 就是你的说话方式 你说今天这个点 你能理解 对吧 加上我的工作性 我就觉得 我怕他说 我就算不了解 你说我那个本意 能有多大的 因为如果为了这个事情 你破坏那两夫妻的感情 我感觉真的不急 我也会担心 我就这样的性格 我这样 别人会怎么骂我 我今天有孩子了 我会想 可以这样骂我 如果有一天 别人跟我的小孩说 你看那个疯女人 就是你妈妈 我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明白 我有的时候 真的是会想很多层 太矛盾了 所以我都说了 你慢慢再进步 每一天 他有一点点进步 已经OK了 因为你已经拿个心 出来去改 你都愿意为他改 这个因很重要 对吧 我如果不是真正建立好了 决定我要来解决 我人生的问题 我想看看我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德性 我的性格 困扰我这么多年 我进入婚姻 我的老公 所有人都说好 我过得这么不幸福 我的所有亲密关系 都有问题 到底问题出在哪 如果我不是很真诚的 带着这个根来的话 你们根本看不到 这样的我 我没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 你们能感受到 我的两面性 我只能说是真诚的 我真的是这样的 我没有第二层情绪 那是我当时心里本能的 所以不要 想得太多 那即便他觉得 这个事不舒服 也是他应该来跟我讲 说你放心 你就好好跟我沟通 你说我是一个 油盐不尽的人吗 我受不了用这种方式来 对我来说我就觉得 我就为了打压你 我就为了成为 一个强势的女人 我就是一混蛋 就是同样的事 苏苏 如果你说我 我都能接受 卢哥说我也能接受 那为什么他说 你就不能接受 因为他是我最亲的人 然后他反而误解了我 我不能接受 而且反而我觉得 你们其实都能理解我 反而他不能理解我 就是别人现在告诉他说 这个行为叫我堵他嘴 他就认定我是在堵他嘴 这让我非常不舒服 这不是别人给他的解毒 他就突然觉得 我不能再做那个 被你堵嘴的人了 我很没面子 他让我感受到 是在这一层 我没有感受到 他真的因为这件事 有多么生气 所以我的愤怒来自于 我觉得你今天这件事 至于吗 跟我发脾气 你是出于什么 你这个行为 是出于保护我吗 那我觉得不必 那他慢性子 我都得理解他 为什么我急幸福 他不能理解我 宋宁峰对他所有的包容 他看成了 宋宁峰没有自我意识 这是一个磨磨合的过程 对 对 你们俩现在 对吧 就三年 这个东西 且磨呢 但是你们都是聪明人 你们都还能为对方着想 对 而且我觉得你 你对待自己的方式 特别不好 还是最委屈的那一个 我找不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自己 我就会觉得怎么都不对 然后我对我自己好一点了 我就觉得很亏欠别人 我对别人好一点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委屈 我就找不到哪个中间的 他好像把一件事情说个五百遍 他那个 他就可以把自己清空了 这就是一个内耗的过程 而且也许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真正要清空 你是不是每当你知道自己要怎么样了 然后做一个什么 然后改变一个脑回路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我想让婉婷先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 对 她经常会说你比我大十岁 她就说你比我大十岁 你怎么不让着我 我会反过来说 我说我比你大十岁 这十年也不是白活的 我也会告诉你 一些什么事 咱们就不用这样了 咱们别 其实我说都会好的向前走 我也不是 确实没什么证据 但是我就是那么一个 一种信念吧 嗯 一定会好 我觉得人需要这样 需要有这种 就是看似不切实际的 理想化的这种信念感 我四十岁了 其实我也刚明白一些事 聊点别了 我挺想看那个 你那天跟我说 钱中书那先生写的那围城 这他讲的是什么呢 龙哥现在合适吗 讲的是婚姻 婚姻 他自己概括的一句话就是 围城嘛 就是在外边的人想进去 嗯 在里边想出去 想出去 对 我们在婚礼的时候 就是总是 在迷雾里的 在谜局里的 就像在城里一样 我们在婚外的时候 离婚了之后 可能有的时候看清了一些 婚礼的一些问题 就也有一层意思就是说 搞多事你不亲自自己 走着密招 走着密招 别人跟你说什么 对 也没用 你该往里跳 你还是往里跳 你该怎么着 你还是要自己试一下 嗯 晚安 魏哥 往那边走一圈 一起去 走 其实我今天还是没理解你 为啥要吵架 因为 我跟你讲 其实因为她想的自己太强大 她以为她所有事情 应该都可以做好 控制好 所以她说 为什么我不可能改变你 改变你这样没有怎么容易 这个不可能 其实真的讲的太简单了 是 犹豫啊 为什么 因为刚刚苏苏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觉得可能 我也在想 可能我很多时候即便是为她好 但是我那种特着急 或者不耐烦的态度 但是我可以试试改变我的态度 然后我看看她 是不是还这么过激 依然不能理解我 我再去决定 这件事情 嗯 她知道自己不对 其实 对 咱俩喝点吗 喝点 必须喝点 唉 坐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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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 我以前 就特别有一个愿望 就想活在那个 我们的父辈的年代 因为我看了几个很喜欢电影啊 嗯 阳光灿灿日子 我看了我特别向往那个年代 我就觉得那年代 特别简单 特别 浪漫 嗯 今天来的路上那个 而婉婷让我看了一个采访 嗯 她的采访一老师 嗯 那老师就说 她问他们的同学 问她的学生 嗯 说你们怎么也不去追女孩 嗯 然后那些男生都说 没钱 嗯 没时间 嗯 没这没那 追了也不一定能结婚 嗯 好现实啊 这都是这种想法 然后她就回想她那个年代 嗯 她就是想想想 想去追求一个女孩子 她就不会想那么多 嗯 她就有 她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 嗯 不送东西 嗯 可以送一首诗 就是你可以 弹其他唱首歌 嗯嗯嗯 对吗 对 或者就俩人就压马路 嗯 你还记得起压马路这次 记得 对吧 就俩人就溜达 溜达 啥事也不干 溜达吧 对 你说现在真的是 是 顾得了这个顾点那个 还真是这样 就像一个 特别爱漏水的房间 嗯 这儿漏水你得堵这个 然后堵好这个堵那个 嗯 你就天天就在补窟窿 你要补上一个 嗯 你这房子哇整个就 塌了 塌了 总压抑自己行吗 嗯 嗯 你是不压抑了 我当然不压抑了 我自由啊我 对啊 我多自由啊 你是不压抑了 我是城外人啊 我走了一遭啊 我现在出城了呀 哈哈 好可爱啊他们两个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快点再说一遍 我是在城外的呀 我好羡慕啊 哈哈哈 太多了 哈哈哈 哎呦 哎呦真开心 哈哈 哎真痛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这种笑包含的情绪好多啊 太逗了 哈哈 对你在城里 我在城外 哈哈 哈哈 他好忧郁 我只是这么认为 人和人不一样 我只是这么认为 刚才说你出城了 那你还会再回到城里吗 会 来来回回的 那你高兴可屁 我还是觉得婚姻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相信婚姻 我相信 你这有点意思 从一个失败的婚姻里面出来 然后你仍然相信婚姻 我当然相信 我相信爱 我相信婚姻 那你觉得爱和婚姻是一回事吗 爱就爱呗 我比较偏激 我相信爱跟婚姻是绑在一起的 就是我个人的理解 那不代表每个人这么理解 你这么理解吗 我现在搞不清楚了 行 我很迷茫 你比我智慧 好好说话 不是我说个实话 我嘴上说我也是城外人了 但是我依然在迷局里边 你觉得一会儿婚姻从那过来 你觉得他会不搭理我还是会说 冷了多盖上点 穿个衣服 我觉得会这样 我是吗 他绝对会 还是会说你别再跟路哥喝了 路哥比你聪明多了 你越喝就傻 我不了解他 你别再跟路哥喝了 你别再跟路哥喝了 人比你明白 他在走啊 所以你说他过来会给我盖毯子是吧 我觉得我相信他能跟你说一声 你盖上点 别在这嘚子了 赶紧回去吧 行 来了吗 不会来的 来了 你说谁呢 没说 没说你 不是这回事 咱俩瞎聊天了 我问你 如果我对你的态度是好的 我说了 别说这事了 你就能不发黄了吗 你就能理解我那个背后的好意了吗 你就能不 武断地说我这是在捂你的嘴了吗 快 表达出来 其实不是这一件事 还有哪件事啊 经常会有这种时候 无论因为什么 你都不应该提高咱们跟我说话 我觉得这样不好 你觉得这18天重要 还是这18天之后我们的日子更重要 我感觉像危险 我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那不公平啊 我就是觉得不公平 我刚刚已经跟他说了 我说最后这个结果 肯定是这样的 我就还是我的问题 那你就说服我 你可以让他跟他说什么 我说服不了你 谁能说服了他呀 我说服不了你 我真的说不过你 你现在这么一说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 不不不 别你了 别抬杠啊 我没有抬杠 我是真的这么觉得的 所以我不应该来跟你沟通 对吧 我作为你的老婆 我现在过来跟你交流 然后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姿态 这样跟我 就对吗 你说你心里话 说 你别憋着 行不行啊 你坐着 我坐着 宋宁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如果以后我意识到 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 你就认为我是在堵你嘴 可以这样片面的去理解问题吗 你看啊 我再给你 我再给你分析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后来你跟我说的这些事情 我问你了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啊 你的问题其实已经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了 你就不用再刻意的去表现什么 对 我就在告诉你这件事 对 那你就告诉我 这件事情我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再跟你说我的点在合着我要么听你的 要么听他的 这三个人里边 然后那我自己没有了 我就是 我就是被 要么听你的 要么听他的 我在哪 我就 我就想说的是我在哪里 我得在这趟旅程里表达出来 我得看看表达之后的结果 我们俩 比如说有些 有些时候在认知上是不一样的 我上这个节目 到底让嘉宾去看看 让观众去看 到底是谁对谁错 你在这种时候就站在对方的角度 然后去跟我讲 我在那个当下 也许我已经想过那一番了呢 但是也许你想的那一番不对呢 你就尊重一下我又怎么了呢 你就说好 先不说这事了 很难吗 那就又落我了呗 我希望还是把问题抛出来 然后呢展开 让大家看到 然后一起讨论 也许得不到什么结果 但是也总不用去掩盖它吧 我不喜欢在我和你交流的时候 你突然用经济人的角度纠正我 我很生气 你用打击自尊心的话语 故意激怒我 我感到很失望 你总是认为我的看法很肤浅 你说出来是真的希望我改变吗 我改不了 但其实我来这趟旅程 我特别想搞明白一件事情 这一切当它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我是应该像他所说的男人都应该去宠着女人 还是应该把自己不舒服的东西说明了 我曾经经常觉得我说实话 我说出我的感受 是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我是不是我这年纪的男人 就不应该表露自己 不舒服脆弱的地方 是不是这就是我的错误 他好迷茫啊 如果不表达的话 就这趟旅程会有缺失 我跑这来游山玩水 还是跑这来端水玩了 都不对 对 必须表达 那你跟他们发伙 你跟他们发伙 你跟我说什么呀 你跟他们发伙 我觉得你挺逗的 你这不是邪伙冲我发吗 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不就是 我说忘掉这个 你忘掉了吗 你别装 你忘掉了吗 你真的 是你没忘掉啊 对对对 明明是你没有忘掉啊 是 所以我 你来提醒我 我就想说的是 你不用提醒我 那你就安慰我一句 我做不到 我第一次下车的时候 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 然后结果你又在 我们到这儿临下车的时候 你在点我 而且是第二次在读我的嘴 然后我再翻回头来 那你觉得我读你的嘴了 你可以好好跟我说 你不用这个当下发脾气吧 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吗 你给我发誓 你不是受他们的影响 你给我发誓 我发誓 发誓 你问我至于吗 我真的是至于 你就是不听我 你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你觉得你至于吗 你应该怎么跟我说 你应该怎么跟我说 我就是觉得这个很有压力 什么叫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呀 而且我觉得至于啊 我都说了 咱俩就离了 好吧 咱俩就离了 好吧 咱俩就离了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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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天哪 他没有自控能力 这很可怕 窒息 没问题 接下来的旅行 咱俩就离了 好吗 也别往一块凑了 也不用解决问题了 我就是因为受不了 你跟我这样说话 我才来了这 如果你不想解决 你就要用这种态度 跟我说话 没问题 那我也不用使劲掰你了 我就想用这种态度吗 是我就想用这种态度吗 是 我八天以前 我都用这种态度吗 八个月以前的 八 好男啊 我说了吗 我说了吗 就是翻回头来 就是还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就不能说了呗 就还是我的事 翻过头来 就是怎么着都是 你今天呈现出的这个问题 还是我之前给你造成的 我跟你说了吧 说了 我跟你说了吧 是 我是有问题 所以我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 再去说出我的感受了呗 天呐 太气了 太气了 因为我必须要让他知道 就是我没有在开玩笑 必须要让他一次一次就是 告诉他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他会不会动摇 他会不会怀疑自己 他会不会重新审视 所以我必须坚定 如果我在那个时候又 我稀泥 稀里糊涂 行 你得我的错 你说对 那我就觉得 会一次次的重蹈覆辙 我们就是重蹈覆辙太多次了 我也想看看自己 坚定之后 我会是有什么不一样 我会有什么新的 认知 你的感受能好好说吗 他把人家逼成这样的 能 婉婷 你昨天怎么跟我说的 你怎么看到我 我今天在跟你说礼物那件事 我跟你说这感受 我不管点你不点你 我是不是心平气和的跟你说 你看我 我也没有好好说 你看我 我昨天发火的时候怎么回事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是不是跟我说 是不是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思考一下问题 我今天就是站在了他的角度 我就多余站在他的角度 你看 那是你认为站在他的角度 卢柯这句话说的都是对的 那他可以跟我讲 我不明白 他可以跟我讲 他一直在讲 不是今天不是已经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能这么好好摸 你为什么你一定要跟我 用发脾气的方式呢 今天是不是已经讲出来了 现在 是不是 我昨天那个 这个态度 对苏世丁 你怎么看 自私跟脆弱 但是自私跟脆弱 不能说明这个人就错了 两码事 咱现在说的是意识的情绪 状态 对啊 他把人家逼成那样的 又怪人家 都会有发火的时候 你干啥 我不干啥 就咱那换个地儿 我就在这 行 谁没有脾气 啊 谁允许你自己发脾气 不允许他发脾气 我不允许他发脾气 他脾气可比我大多了 我的脾气来 我的脾气来源于就是你 你为什么老要告诉我 你应该怎么说 你应该怎么着 你应该怎么着 你就不应该怎么着 我有没有 我真正想怎么样做 为什么你就认为 我一定受了别人的影响 要么就是我听别人 要么就是听你呢 我在哪里 我就问你 我在哪 你笨你自己 你个大男人站着 问我你在哪 你在那问你自己 你问我 你问得着吗 我要吃人了 我要吃人了 你不觉得你好笑吗 对 我大男人 我怂我失败 我好笑 对吗 你就想告诉我这个是吧 你俩别一个顶一个的说了 得嘞 我的错 我说 宋宁你以后你的事 我都不会再管了 我也不会为你紧张了 我俩离了 我也不会担心你说错话 你还说什么说什么 你先闭嘴一会儿 如果你有脑子 就算你今天就是想发烈活 你忍一天行吗 你能想到 我容易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相信不了 我告诉你了 我相信不了 我就是相信不了 太生气了 我怎么相信 我相信不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 比你们任何人都难 我就是相信不了 我怎么想 我相信不了 我就是很不舒服 不相信什么呀 谁让你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那要怎么样吧 我就是有病我才来这儿了 我好好的不用来这儿吗 不是不是 我又是你们干笑话吗 不是不是 我在家带孩子不好吧 我就是想得到一个真相 我可能不太能接受我的世界 那种不信任感 其实让我感到很焦虑 为什么建立信任感 对你要是如此 好像不管我们之间 或者是你都算 进行多少次 你可能只会愿意相信你自己 就不爱你什么 是 你不会相信其他人 是 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呀 是我做什么 我的父母都不相信 就是我做什么 我爸爸都不相信 我做什么 他都要怀疑 我今天如果考了一百分 他就觉得你是抄别人的吧 怎么回事呢 如果没有这十八天 我不需要这么集中的 面对这个问题 我也真的没有意识到 我不想 控诉我的父母 因为小的时候 我爸爸这么对我 最后他都会落尾 我是为你好 所以我对我父亲的感情 可能就跟我的人生一样 特别的复杂 因为 他在我刚想要到一些答案 好像我能成熟一点年龄 就不在了 我特别想跟他 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他 哎呀 就是没有机会 所以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 确定 我从来也不想去 想那些事 我说不通什么的时候 我就是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他逻辑不经推的 给 嗯 我 慢慢救了 你你你你你 你那小眼珠子 别转 别再想怎么攻击人家 而且我没明白 你现在要吵 那你说呀 你要说什么 你就要说 我不让你说话 我堵你嘴 发来复去去这几个话 还有哪句话 我堵你嘴了 他都说完了呀 我再跟你说一遍吧 你老逼我说 我再跟你说一遍 漂亮 冲 冲啊 你心平气和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没有按照你的想法 你也觉得 我应该怎么怎么跟你说 我的点就在这儿 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 你应该怎么跟我这儿 你可以跟我说呀 你不具备这个能力 那你换一个人吧 你找一个天天把你当神一样的 看你哪儿都帅 看你哪儿都好 不就完了吗 你老胳膊掰着什么呢 那我每次说要离你 你又不同意 那你同意 不这事就解决 多简单啊 为什么非要拉着我解决问题呢 我解决不了 我有我的方式 在给你解决问题呢 你不认 你啪就急了呀 他在说什么呀 听不懂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胳膊老疼了 对 你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是你的问题 然后你反过来觉得 我说的太多了 我影响你了 那我就是这个性格 那你就放了我行吗 说完了他又又这样 我觉得这是俩仓术 一直在笼子里转一个圈 对 绝对 绝对 你都生气了 生气了 会生病的 我觉得 不灵魂再时间长 就要抑郁了 来 去吧 就不能相互理解一下 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稚气了 稚气了 我真的想 凡婷姐看看这节目 最狠的话也说了 你觉得你惊恐了吗 你先深呼吸几个行吗 我真的觉得至于吗 是谁的问题 我真的跟他结婚以后 我都迷茫了 我说我是以前脾气急 但是我也没真像 个女风中的似的 不至于吧 你说苏苏那天你干嘛 可能这就是我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他觉得他被节目主影响 然后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怎么他 就又扯了别的 我真是觉得我的妈呀 那我不也保护他 我就说你别 他一回来以后 我说你稍微收敛一点 你这样会影响到 就影响到大家 就你有同理心啊 回头看到这趟旅程 我发脾气是最多的 我情绪崩溃是最多的 那就这一个形象 你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从此之后 我在这个世界的眼中 就是有可能 就是一个疯女人 有可能你就是一个 情绪不稳定的人 可能你从此以后 要做什么 别人都可以说 你看你就是这样 站在你们的角度 只是我荒唐 给你们形成对立面 自己作死 而站在我的角度呢 我是为了与全世界为敌 成心在这趟旅途中 都别好过 然后下半生 来面对这个错误 所以我认为那个是代价 你比较要接受别人眼光呢 或者是重新认识自己 的代价 就把这十八天交给我吧 我不会怨任何人的 你知道我对宋哥 都带着一种恨 你现在 是你现在 你如果不真的失去我 你也永远都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我也一样 但我就觉得 咱俩真这样 真的临一次 也许离了下去 跟游哥这样 再重新认识有可能 但是不离这一次 我觉得 跑不了过来 这不是离婚就会解决的 离婚一定不是唯一的办法 你说全天晚上 他还说 知道你很好 知道你对他好 你发脾气也对自己不好 也不开心 你开心吗 你骂完开心吗 不开心 大家都不开心 这个问题没办法再去 你没可能逼他 十八天之后 就变了一个很好很好 你心目中想想 希望他成为这个 没可能的 真的要大家 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慢慢慢慢去 改善他 让他变好 再好一点 今天不 不闪太多了 你闪得多 就这样晚上得睡不觉了 是吗 那你觉得他明天 会有所不一样 不会 宋宁峰现在是绝望的 对 绝对是绝望 绝望了 算了吧 爱谁谁 我能不能确定 但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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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我还会跟他发脾气 他一直在问那个 宋宁峰你到底想说什么 然后宋宁峰跟他说完了 然后他就绕绕绕 你到底想说什么 然后宋宁峰又起来说一遍 我想说什么 然后他又绕回去 宋宁峰觉得我错了 我觉得这会儿拼的是 大家的体力和能量 对 很多人吵到后面都会觉得 太累了 算了 我就承认错误吧 就很多人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真的吵不过 对 我现在开始觉得 我跟宋宁峰一样的无力感 是不是 体力不够了 是吧 对 张婉婷战斗力特别强 姐们要战斗 对对对对 你们有没有发觉张婉婷 现在刚才的整个表现 跟他妈妈的反应是一模一样 你想想看 张婉婷最抱怨他妈妈的就是什么 叫做我十二岁来北京 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多痛苦吗 然后他妈妈说我不知道 我不觉得 至于吗 对 就北京也应该挺安全的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 张婉婷对宋宁峰的每句话 用他妈妈的话来讲给他听 他会不会疯掉 叫做 你那我那时候十二岁 十二岁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吗 对啊 那时候我一个人打电话 秘密妈妈的电话簿 为这种事情 至于跟你妈发这么大的火吗 你能不能太多好一点跟我讲 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吗 至于吗 我不知道你又没跟我说 我不相信 对 我真的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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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用张婉婷的方式对待张婉婷 他都会疯掉 都会疯掉的 张婉婷中间有很大的一段段落 都是没有道理 然后没有逻辑 对 就你在跟着一个人说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那个人说我不改我就这样 胡搅蛮强 理直气壮 对 把你把他自己的 我们可以例举到很多互相矛盾的点 包括他谈爸爸 包括谈塔说这个事情不能公开讲 然后他自己公开就好多矛盾的点 对 对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理由其实都不重要 对 都不重要 就所有的一切 他全部都是为了去告诉大家 我是情有可原的 对 哦对 又开始讲自己爸爸了 对 就绕来绕去 他所有的东西就是 我变成一个疯子是你们逼的 对 我是因为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 我也不想这样的 而且我证明了我是个疯子 那你还不让我吗 他一套逻辑打天下的 不是他是乱拳打天下 哈哈哈哈 而且还要费脑子 你要一直翻旧账 他那个一直翻旧账的经历 这无人能比 经常翻旧账的人 其实他背后觉得我的付出 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 嗯 他不翻旧账以后 他的委屈不能解决 他就觉得就没有意思了 对吧 所以他就想形成一个循环 所以其实人是要有自我意识的控制 嗯 吵架一定要聚焦在 我下面怎么做 要解决问题 就是论事嘛 是的 就说那下次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我不说 就是你能舒服的 那如果我听到 我觉得很紧张 我怎么做 我怎么表达 你会觉得能接受 我很在意他一直提到一个词 叫做我是为了保护你 尤其保护这个词 我想稍微解释一下 他的理解是完全错 人为什么会感谢那些保护他的人 因为保护能够让我们变得勇敢 让我们愿意向前 比如说我有一个手套的保护 我就敢去端热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的手套告诉你说 你别端热的东西 那我就会讲 那你们的保护价值在哪里 对 你不端热的东西最安全 你何必买手套 你买手套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做什么 我可以安全地端 对 安全地端 如果你真的关心你丈夫 保护的方式是你放心说 说完了你说错什么 我帮你远 这段讲得太好 看他的每一句话 凡事有可能伤到你的放心 我帮你把关 你现在畅所欲言 这才叫保护 他那个是控制 对 叫控制 叫做你闭嘴 你闭嘴 而且他的所有控制 他用保护这个词来包装 以至于让宋庭峰都纠结在这个词里面 叫做好像我为了一个保护我的人 这样翻脸也不对 一个真的在亲密关系受保护的人 应该是能够双眼炯炯有神 自信面对未来 然后宋庆峰你看 他被保护的双眼无神 嘴唇为颤 脸颊消瘦 你保护他了什么 你保护成这样你不内疚吗 当你说我在 我要保护你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弱 你不行 我要来给你撑腰 对吧 你看你没有自主意识 其实你看 宋庆峰在争取什么东西 宋庆峰在争取一个被平等对待的 一个人的权利 本来不应该是卑微的 很理直起床 但现在变得好卑微 好卑微 尤其是这个为你好 其实也更多的发生在亲子教育 我们也常常听到 很多的孩子其实都是从小 被这个父母的为你好给捆绑住了 我经常问那个妈妈 那请问你的为他的好 说为未来好 那我就说你能保证 就是你这个行为一定会有那个好的结果吗 如果因为我爱他 所以他就不能跟别人去说话 他不能够有自由的行动 每一步都要向我汇报 那么你就要反思 我爱你 是不是让你好了 如果你希望感情长久 一定是对方觉得跟你在一起 我是舒服的 我才会愿意长久 好的婚姻是应该把你变得更优秀 对 他听到那个制片人在跟他说 宋庆峰说你应该表达自己 你来初衷什么 然后宋庆峰开始在车上说的时候 他就认为你怎么可以说 你听从别人的话 然后来怎么怎么样 他觉得宋庆峰自己没有这个勇气 对 因为其实特别简单 张婉婷知道 宋庆峰今天这个样子 是他紧箍咒念出来的 这个紧箍咒是在什么情况下的 只能在这样一个 我控制得住你的环境里面 我念 这个时候来了个人 跟他念了一个反的咒 他就慌了 他会觉得说 你的所有的情绪来源 只应该来源于我 是的 就是无论是气氛 你的动机 你的气氛 都只能来自于 对 他很会念奏 对 不是这个 这个制片人的聊天 启动了这个 张婉婷其实不仅仅是在 这件事情上 他在其他的事情上 也一直在争夺这样的话语权 对 他们前面就很多时候因为朋友的相处就已经 对 卢哥帮那个宋宁峰说话的时候 他立马就针对卢哥了 对 而且你看张婉婷中间有一段气氛 他就不断在讲 我不信 我就是不能相信 对 他不相信的 你不相信什么呀 我没听懂 他不相信的点在哪 就是宋宁峰 你以前从来没有这胆子的 对 你是背后找到靠乡了吗 然后他就说我不信 可是这句话翻译成白话 就叫做 我就是不相信你宋宁峰能够反抗我 对 还会有所谓你的看法 我就是不能相信这件事 你看这句话说起来 采杰在痛苦什么 采杰在痛苦什么 没有啊 就是好难受啊 我真的在悬崖一篇文 而且他每次 每次都拿离婚这个做威胁 威胁他 然后呢 我觉得 风哥第一次 他第一次是真正写的离婚嘛 就之前一直被被要挟 说那咱俩离了吧 那每次他就不说 这次是真的要离 就是写了个离至少 他是寒心的 他是累了 对 那那会离吗 就这一期是累了 还是不会离 我觉得不会 你们觉得是张婉婷更害怕离婚 还是宋宁婚更怕离婚 当然是张婉婷了 肯定是张婉婷 你看张婉婷很有意思 他其实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争吵 他选择不离 然后他立马就说你看 苏世丁说了什么话 点心我 赶紧给自己台阶下 他肯定不想离的 他很害怕失去宋宁婷 对 他知道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 对 好好生气 看的人都支撑不住了 真的 像黑洞一样 你的任何话 你的任何能量 扔进去 最后都会不见踪影了 怎么样都没有意义 对啊 就是我们 我们都相信他自己真的是很痛苦 这是他唯一让自己不痛苦的方法 他无法解救自己 我们看得也很着急 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要去评判张婉婷 其实也是希望去帮助他能够跳出来 因为靠他自己目前的这种逻辑体系 他把自己也骗过了 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第三方来让他跳出来 他必须要切断他过去所有的原因 因为在两性关系里面 只有强势那个人改变才能改变关系 是的 这个有的时候很残酷 但的确是这样子的 张婉婷他不改的话 宋宁峰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两个关系的 除了权力强弱以外 另外也是谁痛苦谁改变 有时候就这么残忍 就是 所以这时候就看 是张婉婷给宋宁峰造成更大的痛苦 还是张婉婷本身从这个过程当中 看谁越痛苦谁改变 我觉得这一期真的是看到我们心情跌宕起伏 然后有太多话想说 但是都不知道该从哪说起了 觉得说什么都不够还 对 可能得喝一杯1897来压压惊了 全面科学配方 百年贵族品质 好奶粉 守护更好成长 接下来进入海浦洛凯1897 珍惜营养守护时刻 让我们一起见证爱的成长 大家有什么感受呢 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来吧 我们来写吧 都写完了吗 这个呢是我表达我自己个人的感受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你要离啊 你要离啊 这是我个人感受啊 他宣布他离 他要离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天哲 你不负有这个权力 哈哈哈哈 我是真受不了了 天呐 我写了一个字 男 希望能 现在下一期 我们能看到有一些的变化 然后 一些 僵局的松动 啊 希望 对 啊 你都是有气无力了 你也已经全都看了 我是累 因为当我们看的时候 很累的时候 其实 当事人会更累 是 而且这种累真的是 没有必要 啊 我就写两个字 自救啊 对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对张婉婷也好 还是对宋宁峰也好 自救 别人救不了你 我本来写了几个字的是看前面那两段的时候 有感而发 写了少抱怨 多感恩 但是我觉得看完最后一段之后 这个字已经形容不出来我今天的心情了 然后我就画了一个吐血的表情 吐血的表情 我就是针对这个 我就拒绝急碎保护骗子 我说什么 什么 说保护的骗子 击碎击碎击碎 哦 那个人说保护的人是个骗子把他们击碎了 对 我写的是安全感来自于自己和自信 哎 对所以希望把这个话送给张婉婷啊 这这特别想对他讲的话我觉得 很多的时候用用无数的手段 方式或者是去裹鞋的话 不如找找自身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来的更加阳光一点 那我们这一期就结束吧 OK 再见容易 再见很难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下期的再见爱人吧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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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胃有点不舒服 中午吃火锅吃太辣了 平时还是少吃些辛辣油腻的东西吧 对胃不好 馋嘛 没事 我忍忍就好了 胃不舒服别忍着 冲杯新三酒胃态养一下 我一会试试 这谁啊 蛮帅的啊 这个出场 表弟 就是第一个 你们好 他上一季也来了 让你很尴尬 哎 还有一个 气走了 我们俩在冷战呢 哈哈哈哈 你们吵架了 我来这这边就是吵架了 给你们俩拍照 哈哈哈哈 我们来玩一个 成语接龙 参天大树 宿敌太多 影射我 天荒地老 保护听话 又影射我 我们待会儿开始玩那个男女一孩的 坚强了坚强了我 我反正上我的班 我有点没心情 但是太干大了 你航迪 咱俩把婚离了吗 咱俩的性格过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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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啊呀 是这么玩的吗 是这么玩的吗 我玩的 那这一期我上一期比起来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上一期的人都正长 哈哈 哈哈 哎呦 没有了 哈哈 第三季邀请你还来 就你们发好嘉宾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也得做做背调了 哈哈 哈哈 你看我 都不敢来 都不敢来 加油 今天快点 哈哈 我 自己学了一套这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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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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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你是我心里最最最最最 专业的嘉宾 哈哈 哈哈哈 看来 他认为你说的不对 那你就更活该了 那你就更活该了 哦 哇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我怎么又赶上有人离席啊 我 我是我遇上最可怕的一次 是 真是导的 八分子没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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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天还怎么收场 我不要唱话 我觉得 啊 杨迪 杨迪太难了 我和你 眼神交汇的地方 我和你眼神交汇的地方 是一片草长 我和你眼神交汇的地方 可是她们 爱的形状提醒我 曾活在你身上 下一次再见 别怕把不完整的心 只给我看 轻轻是起床进口袋 还是会再见 看着我们的平行面 亲手将遗憾变怀念 下一次再见 别怕把不完整的心 只给我看 我要拥抱你曾忍住的 他还是会见 那场我们的平行面 再见我的男孩 再见我的女孩 再见我的女孩 只听问答社区知乎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战略资讯移动平台 网易新闻网易娱乐 网易谈新社 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 ZAKER特别合作 探探百度输入法 一代价接电 拜拜直播 怪兽充电 致电照片 斗鱼好看视频媒体支持 中国青年网 中国新闻网 国际在线 北京网红网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最后一来